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经济学家 其中的一位是班纳吉 他于1961年出生在印度加尔哥达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 当时隔壁就是一个贫民窟 他在印度获得了本科还有硕士学位之后赴美留学 并于198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随后加入了美国国籍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他的主要理由是 他运用时政的方法为全球减轻贫困做出了贡献 他一直高度关注贫困还有不平等的问题 并于2003年创立了贫困行动实验室 在简贫方面可以说是知心可疑 以往发展经济学一直属于那些国家医生 他们是一些专家学者 从一个国家废到另外一个国家 给各国开出宏大的政策药方 而班纳吉等人则更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从象牙塔搬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平民区 在2003年开始 班纳吉与他的同事兼伴侣 这次一起获奖的同为MIT的经济学教授 迪福洛 开展了一系列的随机对照实验 一连串针对低收入国家教育问题的实证研究显示 改善学校治理机制 还有教师激励 问责机制 比一味增加教育资源投入更加有效 而在印度的一项疫苗研究项目发现 临时性过期不后的补助 好于永久性提供的补助 在印度墨西哥等六国针对小微企业个体互贷款的研究发现 小微贷款对投资的正面作用有限 而对消费还有其他发展指标并没有意义 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把大问题分解成更小 更容易处理的问题 为减轻贫困提供了一种更可靠更科学的办法 班纳吉认为贫困通常源自一系列问题的叠加 而随机对照实验的优势在于 可以通过实验的设计 还有选择逐一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他说很难找到一颗银子弹 也就是万能药 而是应该端出一个 乘着不同类型子弹的银色托盘 消灭发展所面对的所有敌人 在未来几天的华尔街电视节目中 我们会陆续为您介绍班纳吉他到底是谁 他所着力研究的随机实验方法 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对于经济学研究非常意义重大 我们还得到了一次与班纳吉对话的机会 他对于中国如何消除贫困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